众所周知,为了提升女排世界联赛的观赏性,加强各支参赛队伍之间的竞争,国际排联近两年内对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。 女排式联赛的排名直接与世界积分排名挂钩,并降低了世界杯的积分关联程度,为此参加式联赛的队伍逐渐开始重视该项赛事。 就在不久前,国际排联相继公布了明年的试联赛赛程安排,其中几支亚洲的参赛队伍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,包括日本、中国和韩国三队,都成了试联赛的分战赛的承办地。 他们将作为东道主参加比赛,具体开赛时间定在了明年的5月30日,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较量,多达16支队伍参加比赛。 不乏美国、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些顶级强队,都没有缺席该项比赛,可想而知,女排世界联赛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,所有队伍都将全力以赴,球迷们又能光看到一场场视觉盛宴。 只是稍显可惜的是,近日国际排联公布的总决赛举办地点,却不是球迷们预料的江苏南京,而是远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阿林顿,要知道初步赛程的安排,对于几支亚洲队伍相当有利。 尤其是夺冠大热的中国女排,直接避免了时差问题,女排姑娘们会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,最大程度保持自己的状态。 为此前己战的比赛中国女排,可谓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,无论是在民谷屋举办,还是在香港,亦或是韩国水源和泰国曼谷。 这些地区的比赛与中国女排几乎没有时差,中国女排无疑是头号赢家,如今总决赛的比赛地点却在德克萨斯州阿林顿举行。 对中国女排就显得不太友好,特别是对球迷们的观赛时间影响最大。 试联赛的总决赛时间定在了2023年的7月份,届时在时差的困扰下,对中国女排的排兵布阵能力是重大考验。 身为主教练的蔡斌,必须要进行合理的分配,才能避免球员们出现体能的问题。 不过,中国女排其实也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,那便是队长朱婷是否会在那个时候回归。 毕竟明年试联赛开打的时间,一甲联赛已全面结束,朱婷没有比赛任务在身的情况下,完全可以参加试联赛去调整自己的状态。 同时朱婷若能复出,也能为蔡斌分忧解难,增添球队进攻上的佣人选择,尽可能缩小时差带来的困扰。 当然女排式联赛总决赛的具体比赛时间是在白天还是晚上,目前还没有正式确定。 如若是在白天,那对女排姑娘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 因为中美时差较大的情况下,比赛能晚一点进行的话,亚洲球迷们也能尽可能地观看到比赛,就看国际排练方面会不会进行特殊照顾了。 因此女排式联赛总决赛的时差问题,对中国女排以及球迷们的困扰还是比较大的。 我们也希望女排姑娘们能克服这一问题,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。